因为就他们来讲 他们只有阿富汗战争 四十年来首度有这个将领 在战争当中阵亡 那你现在打到现在就五名的 俄罗斯的高阶将领阵亡 他们认为最主要是情报出了问题 刚刚讲就是说 你如果用了这个乌克兰的信卡 这就是情报不牢靠嘛 你还有被窃听的这些的问题 那你如果说这些这个资讯出了问题之外 你身为高阶将领 他会担心说第一个 你情报不牢靠 第二个你情报不连贯 通讯不安全的状况之下 他能怎么做 他就自好自己身先士卒 自己跑到前线去 有的那个美国的官员是分析说 是不是这些将领 他耐不住性质 他觉得等等等半天 要么你传回来的情报不牢靠 要么你的这个讯息不连贯 所以他没有办法判断真实 所以他最好的方法就是 自己跑到前线去 跑到前线去 那就碰到很大的状况 就是直接就挂了嘛 那所以就 就是说为什么说 这些高阶将领的阵亡 跟这些通讯不牢靠 不安全是有关系的 那还有一个原因啦 就是说 因为这次攻打乌克兰 美国的官员是分析说 他们这些情报 是掌握在非常非常少数的 这个高阶将领的手里面 所以一般的人是不知道 你不要讲说 这个基层士兵不知道 可能连中阶的这些官兵 都不知道 所以变成是说 你很多事情他要回报 那你没办法从下到上 来做决定 因为我不知道 你高阶将领是怎么想的嘛 所以你下到上 没办法做这个实地的决策 你很多事情变成 要最高阶的将领 要跑到前线去 所以为什么这次 会整个荒腔走板 那更荒腔走板的是 前阵子不是有报道吗 就是说你前线的 包括你中阶的官兵 都跑掉了 我现在不想打也不行 我不想打的话 我包括一些暗杀部队 就直接把我当地给干掉了 被被被被那个埋伏 被被俘虏也不行 当扶兵 这个父母跟我讲说 我已经死在乌克兰了 就现在变成说 乌克兰 俄罗斯的士兵变成是说 变成说要生不能要死不得嘛 所以变成说这些高阶将领 他完全没办法带这个兵啊 那就变成就 他就只能自己身先士卒 带这些敢冲的去冲 所以等于说非常荒腔走版了 那还有讲到说 刚刚不是有讨论到 现在就是说 有面临到冻死的问题吗 那是因为最近的乌克兰 又有一波的寒流来 那其实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讲说 普丁认为这个战役 是可以速战速决的啦 你要想看那种防寒的 他东西很重耶 如果说你包括就是说 你要打这么久 你的一些后勤的东西 你没办法跟得上来嘛 那如果说你又碰到这么冷 我包括我一些后勤补警 食物什么的 我都没办法带 我怎么可能带那个厚重的 外衣啦 什么这些防寒的装备 他没办法嘛 所以他就变成是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要打持久战的话 他就很可能会被冻死 那最后要讲的是说 他现在可能 现在整个军心涣散 还有包括美国也预估说 他现在的军力 俄罗斯现在军力 已经降到百分之九十以下了 已经是入侵乌克兰当中 这个他的战力 已经是严重的受损 所以他现在没办法 他只好去求助白俄罗斯 那白俄罗斯 我们刚刚分析很多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说 白俄罗斯现任总统 卢卡申科 他已经就任几年了 他就任二十七年 他已经六任了 他的任期比普丁 二十三年都还要长 他还要再继续拼连任 等于说他在 他在这个 譬如说他政治实力上 他可能要 依靠俄罗斯老大哥 来保护他对抗西方 可是他现在变成说 卢卡申科 他现在命运也跟普丁 绑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现在卢卡申科 即便面对西方各国的指责 他也要来历听普丁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在下这个有一个下台阶了 是来妹妹姐 所以我们通讯人问题 显然是二军现在 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显然到现在 还是依然没有改善 所以导致有这么多将领 都被击杀吗 确实 他一开始 他就是非常荒谬 那时候他不是说 用了这个乌克兰的SIM卡 为什么 他去炸人家的 那个3G 4G设备 没办法 他只要用当地的 就暴露了行踪 那再加上你看得到 就是说 基本上这种通讯 你应该是要有保密的系统 可能一定是 他的保密系统出了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不只荒谬的用SIM卡 甚至他用这种类比的系统 那开放式的 那你就很容易被乌克兰 无线电也容易被截获 就被截获了嘛 那甚至拿到你好多情报 我就来精准打击你嘛 所以荒腔走板到几点 那不只是情报方面的 收集方面有问题 你也看到就是说 他的补给有问题 那再加上之前 就像张将军所说的 他什么都保密 结果你照到说空军跟地面 你是要协同作战的 你空军是要做掩护嘛 轰炸嘛 就各搞各的嘛 你没有办法整合战力 到今天为止 他都没有改善 这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再加上士气方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落 所以你看得到就是说 这些俄罗斯的这些将士们 当开始以为说 我是来演习 甚至年轻的阿兵哥 他说 我们以为是 大家欢迎我们 会拿着鲜花 欢迎我们来解救乌克兰人 没想到是我们变成筷子手 妈妈我不想这样 可是呢 他没有办法 他被骗了 然后呢 他也回不去 所以 后面甚至有赶死队 对不对 你不往前冲 我就杀了你 自己自相残杀 你说 你如果这些俄罗斯大兵 你会觉得怎么样 寒流又来了 我口粮不足 西方说他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那补给线又出了问题 那怎么办呢 所以乌克兰在跟你打消耗战嘛 可是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三毛举 他其实军火还是比较强大的 那在这一方面 你到底 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 现代的战争 你如果没有制空权 没有空优 你下面就很难打得下去了 所以你到底战机要怎么样 转给这个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为什么一直说 你要不就划分禁飞区 可是禁航区 西方世界不敢划 然后军机呢又不敢交 那所以在后面这几天 到底战事上面会怎么样 我就知道来注意看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必须要讲 我真的觉得是 老天爷给了乌克兰人 虽然说一个很悲伤的命运 俄罗斯入侵他 可是泽伦斯基 我真的觉得是 他被誉为是二战以来 最伟大的战时领袖 成平时期的泽伦斯基 是没有人看好他的 我甚至可以告诉各位 他在乌克兰 他曾经民调低到25% 62%的乌克兰人 希望他不要连任 但是一个素人总统 你怎么样没有想到说 在这个时间点 他用他的意志 然后他的演说 然后这个再加上 他们这个数位 他们那个部长太厉害 副总理太厉害了 剪辑那么多影片 我昨天看到那一支影片 说真的阿晃 我就是流下眼泪的那一个 是 有多少网友们哭了 那有多少志愿军去了 为什么源源不绝 为什么西方改变了态度 那我觉得跟泽伦斯基 他非常动人的演说 他打到你的心 那同时呢 那大家看到就说 战火之下的乌克兰 曾经那么美丽的乌克兰 现在被摧毁成这样 所以他等于是 他要把全世界力量 跟他拉在一起 他就不是被孤立的 那么因此未来这几天 我觉得就是要看 我觉得这样战事会在焦灼 那在硬的战争方面 你就是要看 我不认为 俄罗斯这种情报乱七八糟 没有协同作战 然后战事的这个士气 军心不振 这些方面我不认为短期内可以解决 那他唯一可以依赖什么 就是比如说他的武器的数量 或者我们讲的 有没有战术核武 有没有化学武器 这些都可能是要去把预判到的 那可是在西方这边的话 你怎么样子这些沙盘的推演 那你怎么样 大家就说来做一个预前的因应 我相信这个北约美国乃至乌克兰之间 也会做一个协调 但是到最后我相信 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政治上面的解决 那这个解决在什么时候 我们不知道 那我只能说 至少在这边你看到了一刻 就是说你出兵第一 你不能 你如果言明不正 则言不顺 你的军需士气就会动摇 全世界不会跟你站在一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那个战事的用命 情报的收集有多么样重要 协同的作战那个协调有多么样的重要 那当然第三 到最后就是意志力上面的对抗 刚刚谈到情报方面的乌克兰呢 是取得优势来名誉 泽伦斯基好像又躲过一次暗杀 这次是俄罗斯一支特工的暗杀小队 被乌克兰抓起来 这个是联邦安全局 要注意联邦安全局 他最近常常出包 他就传出说有特工 率领25人的这个暗杀小队 刚好就在乌克兰跟斯洛伐克的边境 怎么这么巧就被逮捕了 那逮捕之后呢 当然就被供出说他暗杀的名单 除了总统泽伦斯基之外 甚至呢还有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啦 还有这个总统办公室主任 还有基辅市长都在暗杀名单里面 好那怎么会这么巧 就在这个边境啊 就截杀了这个 逮捕了这25名的特工小队 传出就是联邦 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里面呢 又出现内鬼了 那这个内鬼呢 就是有些反战人士啦 可是我刚刚讲 有人泄密给乌克兰吗 对对 那事实上 为什么联邦安全局 就一直常出包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大家印象所及 大概在三月初的时候 泽伦斯基就已经出来讲说 他一个礼拜躲过三次 瓦格纳那种暗杀集团的攻击 当时就传出说 这个瓦格纳集团 甚至还有这个军 车臣车臣特种部队 那时候不是有讲说 在乌克兰的边境也被截杀 整队被歼灭吗 当时这两个暗杀部队 也是传出由联邦安全局里面的 看不下去的反战人士 透露出来给乌克兰的高阶官员 警告说 泽伦斯基 有人要暗杀你 所以你看都是联邦安全局 那大家有没有印象深刻 说联邦安全局 最近传出什么消息 这个博尔特尼科夫 大家印象深刻 对对对 就说西方啊 就想要把普丁给暗杀 然后由这个博尔特尼科夫来接班 他是谁 他就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 所以我不知道说 现在是要献这个人鱼不易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最近有内鬼献出来的消息 都是联邦安全局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在普丁身边 确实有一些不以为然的人 他是对于这个俄罗斯区入侵 乌克兰是看不下去的 所以他采用这种内鬼 泄密的方式给乌克兰 然后让泽伦斯基逃过 那普丁有没有可能整顿这个 他们的联邦安全局 当然了 就是已经传出来说 包括就是当时写一些报告 告诉普丁 讲说乌克兰的实力很弱的 这些人都已经先被软禁起来调查了 那除此之外 联邦安全局有内鬼之外 当然也是 还有一个消息是说 他外泄给这个乌克兰 叫他们要实施宵禁 宵禁干嘛 要抓spy 抓间谍 所以才传出说 他的宵禁政策是有用的 他宵禁超过三十个小时 那刚刚讲到 就是说反战的人士 其实不只联邦安全局 俄罗斯里面人看不下去 包括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现在不是也一直传出说 他要参战 对 那我们来看 现在有一个很温馨的 就是这个白俄罗斯的小女孩 他说我是瓦利亚 他还附了一个这个照片 一封信 他就寄给了乌克兰 他说呢 我把我最喜欢的无人机 就送给你们 那我说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好好的活着 那好好活着之外 希望你们 也可以把法西斯的分子 全部赶出乌克兰之外 另外也来解救我的白俄罗斯 那你看这白俄罗斯 小女生的一个心声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非常反对普丁这个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那讲到这白俄罗斯官员最近也有一个新闻出来 现在白俄罗斯现在不是很紧张吗 就是也有传出宣战的消息 所以白俄罗斯第一步就先把他所有的外交人员通通都叫回来 通通都叫回这个白俄罗斯全部撤出来 召回就对了 结果就有一个白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的大使 他走到边境的时候 刚好驻守边境的乌克兰的这个官兵啊 他就拿出了一袋 一袋有30枚的银币 他就跟他讲说呢 这个是我们的指挥官 告诉我要交给你们的 你帮我拿回去给你们的这个边境指挥官 然后呢 那个当然那个白俄罗斯的那个大使啊 他就说 这个不是你告诉你的命令 又不是告诉我 就是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影片 当时呢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士兵啊 就把30枚的这个银币装那个袋子 就直接丢 丢给这个外交官 对就是羞辱他 那大家知道这30枚银币 其实是有个特殊的典故啊 对 这个是圣经的典故 就是说那个当时犹大 这个耶稣的弟子 他就为了30枚银币 后来背叛耶稣 所以呢他用这样子的羞辱的方式 也代表说我们同为斯拉夫民族 因为白俄罗斯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同为斯拉夫民族 就认为说你是民族之间同胞的背叛 他也用这样子的动作 意思说白俄背叛乌克兰就对了 没错 竟然这个帮助俄罗斯来攻打乌克兰 所以你看从上到下 包括连这个白俄罗斯的小女生 年纪这么小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还说如果你那个 可以把这军队打出乌克兰 顺便也来解救我的国家吧 你就知道大家对这场战役其实是非常的厌恶 那对普丁来说是不是极需要支援呢 来美美姐 美国以及北约的官员就一直说 白俄罗斯很快就会参战 但问题是白俄罗斯本身的军力到底如何 我们现在讲 美国跟北约官员既然会这样讲 真的一定要务必来小心 为什么 因为白俄罗斯跟俄罗斯之间 是有所谓的攻守同盟 什么叫攻守同盟 打一起打 守我要一起守 是有义务的 那特别是白俄罗斯前阵子 修改法律吗 让俄罗斯可以布置核武吗 目前算还没有证据显示 可是北约跟这个美国官员 大概有得到情报 就是說白俄罗斯正在营造一种环境 已变成了他来参战的一个正当化 合理化的理由 找借口 否则的话 坦白讲俄罗斯被制裁的多惨 那事实上白俄罗斯 也要找一些借口跟理由 那我们的预料说 如果白俄罗斯真的参战的话 坦白讲对俄罗斯 真的会带来一些帮助 他跟车程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白俄罗斯大家注意看 他就在基辅的北边 他离得很近 他才一百多公里左右 所以那么近的距离 不是说只有距离 很快就可以到 两边的地略方面的特质 是很相近的 就是说地形战略方面 地形相似 气候也相似 我对你的这个地形 这个地貌等等 我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第一 他可以很快适应 他少了这个摸索的过程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的战力是完整的 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参战 那表示什么 我人员是可以百分之百投入的 我人没有战损的问题 我的补给线 我的物资 也没有战损的问题 我是整军装备 交交 整个开回去 这第二点 第三点 大家要想到 其实已经打了快一个月了 对不对 白俄罗斯都没有动作 他可以干什么 他可以研究你乌克兰 怎么打仗的嘛 我们说乌克兰最厉害就是 我们不知道他主力部队在哪里 正规军到底在哪里 俄罗斯想跟他这个来个大会战 他根本不理你 神出鬼没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打游击战 对不对 这是他的强项嘛 可是白俄罗斯各位 以疫代劳 已经从旁观察了一个月了 所以他大概可以去摸索乌军的这个战法 那一般而言 这个我们说乌克兰的强项 是我化整为零 对不对 我神出鬼没跟你打游击战 那这个就必须要你战术战略 让人家摸不着头绪 可是白俄罗斯如果说 我地形对你又很熟悉 我有全装备 我在旁边已经观察了一个月 你怎么打 那我进来的部队 是整齐的 是可能有战果的 是可能有效果的 因为我大概可以摸索出 你的作战的路线 你的诀窍 你的战场战情 怎么样子管理战术怎么执行 所以在这一方面 如果说他真的进去的话 这对俄罗斯来讲 是有点像九汉逢甘林 为什么 你看俄罗斯在北边 基辅这边是守得很好 甚至周边地区 有些小城都被反攻了嘛 可是南部地区 马力波这边还是战事很胶着 那俄罗斯拼命轰炸 可是你看他南边 其实打了特松 几个据点有打下来了 如果说变成南北夹籍的 这个态势 马力波这边 他如果真的狂轰猛炸 真的有效果的话 一个从北 一个从南 由聂伯河而上 那就会对基辅 形成一个南北夹籍的包围 所以对白俄罗斯来讲 这个不可以等闲 但是客观条件 我们要了解了 白俄罗斯本身的军力战力 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最新的讯息是说 白俄罗斯有大量的官兵 跟指挥官是不从的 而且白俄过去的军力 他的排名是远远落后于乌克兰的 是没有错 可是刚刚就是我讲的 他以疫代劳 他有地利之变 那所以就说 如果他真的参战的话 尤其他没有战损 那在这一方面的话 有没有可能把战事 导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的 那到最后说实在话 这个战争 你认为一下子会结束吗 我不认为 到这比什么 比意志力嘛 比气场嘛 那现在俄罗斯过去 他怎么挫败 以前前苏联 怎么挫外德军的 他其实 我可以告诉各位 大家说他战斗民族 他才知道是很老的 你看日热战争 一输给日本 你如果快速打的 他都是落花流水 他过去赢人家 是我用空间换取时间 我的服务员大 我让敌军掉到泥泥里头 现在俄罗斯糟糕的是什么 乌克兰在跟他打消耗战 他被人掉到泥泥里头 那如果尤其到四月的时候 你的坦克大军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 他包括他的什么 匕首飞弹要出来 那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 他其实是一个战术运用 可能我们大家想说 大炮打小鸟 你这个超音速的 极音速的飞弹 你又不是很多 你干嘛这样打 其实他也是在做威责的效果 那威责效果是什么 因为各位记不记得 之前波兰有讲什么 说北约可以组成一个维核部队 对不对 这个事情引起 广泛的讨论 什么叫维核 各位记不记得 刚开始他跑到乌冬去 他也说他是维核 记不记得俄罗斯也这样讲 所以他为什么匕首飞弹要出来 他也是怕说 万一你北约真的这部维核 那下一步呢 万一战事升级 你真的来军事干预呢 所以我大炮打小鸟嘛 那因此现在包括就是说 他极度的施压 然后这种超音速的飞弹 乃至于放出一些风声说 可能核武都要要 不排除核武 这些都有可能 那我就顺便讲说 我们真的要不要乌军 我不能跟核武 在一起